欢迎大家收看小伙子的频道 今天影片分开四个部份 第一部份讲讲BTC价格的 第二部份想讲理好Bitcoin的四大要素 以及两个利胆因素 有些因素可能即将会改变也未定 第三部份想讲BTC和金价 都有一个很有趣的关联 当金价暴升 迎来一个All Time High 创新高 Bitcoin就会暴升 待会分享一些图片给大家看看 第四部份就是更新小弟的9J MemeCom的项目究竟的进度如何 今天也比较忙了 所以希望一天一条影片 更新市场的最新状况 尽量 一个人做不到这么多 所以大家如果是9J的项目 大家有时间帮忙在Twitter上 like、share和comment 十分之有帮助 尤其是repost 四笔前到这一集 录景时间是2024年10月24日 晚上9点44分 Bitcoin正在做67,800 这一条给Patreon先 想做这一条Patreon 想看完整条影片 大家可以订阅 第一部份 立刻看BTC价格更新 之前所讲的 比较强力支持位 大概是65,000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按23小时图 红色线是小弟画的 预估 我预估是会碰到蓝色线 大概65,200 或者65,000 左右 昨天真的闪针 碰到 最低见过 65,200 左右 有挂单就好 没有挂单都不要緊 仍然最后高峰 要做部署 一早做完 之前讲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比较超买的 现在有点回落 但好像也不漂亮 23小时图 一日图 也不太漂亮 即将有个死亡交叉出现 所以 都是没什么好做的 都是等那个 因为全部都有中性 而且看到也有个死亡交叉出现 所以 短期来讲 一小时图 先看看 这部电脑已经好了一点 做事快了很多 短期来讲 一小时图 两小时图 三小时图 全部反弹了 中性 所以 密切留意 没什么好做 都是 其实成年 可以做的时间很少 插针又不敢入 升了 最后永远都是减 但如果 跟我们之后所预估的 7万30万元 仍然都是一段距离 你可以考虑自己DCA 或者是 考虑一下 Meme币也好 或者是其他生寨 虽然你说 现在Bitcoin主导 但我觉得 我自己 我自己的想法 虽然你说 不是啊 成年都是Bitcoin季 何时是All Coin季季季呢 但我说 All Coin季季季来到 就太迟了 而且 都是很短时间 你到时又要追入 自己决定了 第一部份 差不多了 短期有 和之前所说的 没有太大分别 都是观察 还有 等 等 刚才说有人等 回碰蓝色线再买 你也可以 因为 还有指标 仍然意味着 不是太好 端期都是中性至麻麻 所以 用我红色线做指标 总之红色线 我的目标就是 11月17日 到达这个All Time High 甚至乎更加高 希望中了 好 来到第二部份 小火姐 现在的市场 很复杂 美股又创新高 金界又创新高 Bitcoin又未创新高 港股又一批东西 还有市场很动荡 或者是 每个都在说 可能经济衰退 甚至乎有股灾的出现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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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一切 没有那么顺利 现在全民街的美股 我觉得很恐怖 美股的PE这么高 但对Bitcoin来说 仍然有很多利好因素 因为之前所观察到 那么多年玩Bitcoin 看了很多不同 就是每天都看很多不同的 我不敢 很多的Youtube 很多的新闻和文章 那对我来说 就是其实看小火姐 都想将东西消化完之后 用我的看法和我的经验 去分享给大家听 所以对我来说 是钱最重要的流动性 就是市场上的钱的流动 还有呢 利率和一个叫做 就是钱的第一名 还有短期来说 可能看指标 要什么时候签码 什么时候签码去进去 而当中也有些比较强的指标 包括美元指数 即美元强的时候 通常Bitcoin不是那么好景 但是呢 现在那个美元指数 开始呢 我觉得现在见顶回落 近来那个美元指数 升得比较多 我们马上看看 因为看到 最多是100左右 升到104 即是足足升到4% 亦都有一个 开始见顶回落的迹象 之前跟大家说过 每每个叫做 美元指数回落 都是一个上升的 一个时段 例如说 这个叫做 4月 到近来的9月 都 都横盘而已 但是总之 美元指数弱呢 对这个叫做Bitcoin 都是相对较好的 加上这个减息的预期 我相信这个美元指数 近来都是受着 那个叫做 又说不减息 其实最后我都觉得会减 今个月 或者下距11月 11月7日 就会减多 20.25 我觉得美元回落 机会较大 另外 Halfing 不用说了 Halfing 没有一次错的 没有一次四年周期被破解 亦都见到越来越似的 自己看下 红色线 Halfing之后 就是那个叫做 Bitcoin成本价 上升一倍的时候 那个叫做 币价往往都会反映回来 甚至乎超越的 那个叫做倍数 就是成本多一倍 但是那个币价未必升多一倍 甚至要升两三倍 另外 选举方面 这个叫做 特朗普胜选的机会 亦都 维持了60%左右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是比较偏向这个 真的实质 用身体 他很诚实 身体就是 真的喜欢Bitcoin 去买 甚至自己出币 他觉得这个Crypto 会带来那个叫做 对Bitcoin利好的一些政策 甚至扣入Bitcoin的 机会也较大 所以他胜算 对这个Bitcoin的 因素是相对利好的 还有 挖矿成本 仍然维持在7万4 昨天到7万元 最高到8万多 9万元 所以 都是一个叫利好讯号 暂时都是 蓝色线高 过黄色线 都是一个叫做 accumulate的一个地带 之前所说 永远 挖出来 立刻试的话 就是一个最好的白日时光 这段时光 大概在黑并之后 会维持6至8个月 我们已经维持了 差不多6个月 差不多7个月 所以6至8个月 就是7个月 所以之前 为何预估是7 11月17日 有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这样 另外 短期方面 就是差方面 大家要留意一下 流动性 没有上升那么多 之前所说 什么钱 越来越多 当然对风险资产 越来越好 但是见到钱 没有想象中 流动性 没有上升那么多 但见到中国的放水 其实是中国印得多 见到近来的流动性 都不宜出积 虽然现在见到 小型好像挺英俊 但是 做回应该做的事 就是全部 那个叫做 资料吻合 才再做部署 见到那个流动性 现在近来有所回落 虽然你说升了很多 那个bitcoin 没有反应 但是回落 始终对风险资产 都不是那么好 所以利淡 但是呢 稍后再说另一个 技术分析 刚才说了 技术分析来说 都是一般的 这些都不多说了 第一部份说得了 总之RSI、MECD 都是一般至差的 但是呢 小火之后怎么看呢 就是 就是红色线这条 就是我的结论 就是短期 这两个短期的 叫做利淡因素 都会 即将改变 但是上面这些东西 Halfing Election 和这个叫做74,000 都是比较中长一点的 那么 除了这个叫做美元指数 可能会短期利好 但是 大致上呢 都是没有什么好走 另外 第三部分 这个挺有趣的部分 就是 今天呢 我留意到金价飙升 那再留意到呢 Bitcoin 金价爆升之后呢 当然就是 就是 就是没有东西永远升的嘛 那爆升之后 发生什么事呢 那就给大家看看 包你 没见过这个图的 那么多美元 一会儿再说美元 多了 就是这样 看到呢 眼睛都慢 那美元多到 哈哈 好 今天这个图呢 就是红色线的正宙先 流动性 看看这个叫做金价 金价呢 今天创新高了 现在去到呢 最高呢 二千七八 四十三是最高的 今天 亦都是一个叫做 历史新高 但是你有没有见到 那绿色线呢 就是减半 那绿色线呢就是Bitcoin减半 那有什么看到啊 给三秒钟看不看呢 3 2 1 每一次呢 Bitcoin减半左右呢 Bitcoin 这个金价就创新高了 那未必有个直接关系的 但是 有这个历史的事实 但是有什么关系呢 就自己参长 我都没参长到 为什么呢 但是呢 每时每刻的 科币政策啊 地缘政治啊 很多的因素都不同呢 但是 有相同的走势啊 就是每逢Halfing左右呢 都会创新高的金价 那这个不是啦 那上当年这个 最高的两千元左右 但是去到2016年呢 有个由最低位 一千元升到一千三 足足升了三成的 去到Halfing左右呢 就回落了 那之后呢 就是2020年 2020年312年之后呢 5月 Halfing Halfing到这个 差不多呢 8月左右呢 金价创新高了 就是两千元 那底部升上来 哇 足足升了一倍的 那这里不用说了 这个就是QE的 就是QE了 就是312年之后 那来到今次了 Halfing再了 你看到呢 那个金价呢 由底部这个位置 一千六元 升上来呢 差不多二千七 足足是升了多少倍啊 看看先 都升了50%左右的 比之前升幅更加惊人 但是呢 有没有看到 每一次呢 绿色线左右呢 那那个金价就见顶了 那今次会不会呢 因为今次这个金价呢 是个个都说升的嘛 那我就觉得 是一个见顶的讯号 就是整个街上 那个阿沈都说 买金啊 一定升的 没得不升 我看那些TXB的新闻 那所以呢 大家意味着呢 那我看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那个时间 时间 大概呢 这里可能是 哇 放大一点点 哇 这里很短 Halfing大概 八月去到 五月去到八月 那大概是八十四日 这里呢 已经超越了很多了 这里都差不多二百多日 差不多去到 对了 差不多二百日左右 那还有 有没有见到呢 那个叫技术指标呢 连续几次 那个叫星圆海再升RSI 看到吗 这个呢 大概由底部升上来一次超买 两次超买 三次超买 四次超买 之后呢 就回归那个 叫做回复 叫做跌市 回调了 那今次多少次呢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超买 那今次 会不会一个 叫做回调呢 那少不知之后 会怎样呢 不用说了 这个大概是 2016年的 六月 那之后呢 三四个月左右 就来到一个终极大爆炸了 那今次呢 今价呢 今价呢 走了一段时间的了 究竟会不会来到 之后来到一个终极大爆炸呢 就未知 但是 密切留意着 总之 今价爆炸之后呢 可能有望着比特币大爆炸 那就是这样了 那来到最后一部分了 今天 忙得太忙 做太多 但是呢 研究中呢 怎样可以 就是将这个project 发扬光大 那这个project 记住一件事就是 先按狗嘴给大家看 哇 二十个分页 有没有那么多啊 crazy 那这个 按这个 还有 咦 按这个给大家看 一会儿 按给大家看 总之一个project 当然是 越多人气 越多流量 越多交易 那我现在 差两样东西未做啦 那个airdrop 还差第二批和第三批 那第一批呢 就是patreon会员 已经派发了的啦 那 做了几件事 就是要一个project成功 当然就是要 promotion 那promotion呢 有两个的 一只呢就要靠大家啦 community 就免费的 但是 我都会方便大家去做一些 都是那句啦 你有兴趣 有时间做 没有兴趣没有时间 就不要搞多了 你自己 就是憑个心 有community 还有呢 希望之后呢 我有方法去 可以promote多些 因为我都想学多些 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容易 哈哈 不是很熟悉 网上 Twitter的文化 但是呢 尽量做了 meme的generator 就是说 一些网页啊 或者可以 搏下去我那个叫做 9J的网上 给大家一件生成了那些 meme图 那我也很有趣 觉得 有些伙友开始 扣入都十分之欣赏 总之一句说话就是 要做宣传 做两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我会继续去build的 做一些叫memecon的generator 和memecon的stock 给大家去自己改图 也好给大家 我做多些前面正面图 好像没有做太多正面图 还有呢 好厉害喔 你看 这个呢就是小弟做的 关于这个 9J的影片 挺漂亮的 给大家看一看 The dollar dogjay army is unstoppable After that huge airdrop We're holding stronger than ever No one's dumping Just huddling our diamonds Let's show the world What real community strength looks like To the moon 大概 给一些资料 就是一些网站 他帮我做一些影片 很快做完 挺漂亮的 做得 我都觉得挺有feel 挺好玩 所以自己都学到东西的 亦都给大家方便 大家去 我做好了 给大家方便 一键生成这些影片就最好了 那还有呢 做多方面的尝试 不只是一个狗的 给大家看到 特别的 或者有stunning的 另外 亦都呢 有些呢 叫做Twitter上面的promoter 他们很多的followers 问我下不下广告 我都未知这个市场是怎样的 但是我觉得呢 要做些资料搜集 会骗钱的 是不是很多followers 但是假followers 要check一check 但是这位人兄呢 就 联络小弟 在Twitter上面 说 喂 这些东西 你们永远玩crypto 都不知道 原来要钱的 小可知做完这么多东西 哇 做得很辛苦 没想到那么容易 要设计个谜言 又要设计网页 又要设计整个project 想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也都原来 有些promoter 也都要收钱 我没想过 收多少钱 一个帖就是 这个有100万的订阅 但是100万的followers 是真还是假呢 就我要研究一下 究竟他那个平台上面那些 做广告的project 行不行 是不是真的有人买呢 但是见到很多浏览 十几二十万的 那我都想着的了 都是试一下 你不要说笑 可知平时做生意 都是用很多钱去宣传 但是我都要隔一隔 有第一个原因 三个推特七八 即是七百五千多元 很夸张 但是他有几个这些频道 我赚死他 他说呢 如果你有个package 我全部一起买 一万元港币 也有一些小一点的 twitter的平台 40元的post 就八四三十二 大概三百多元左右 就帮你做个post printpost 就是八五中四十四百元左右 多一句 即是那句 大家看到 即是有时 我不说了 即是有时的客户 或者一些员工 看下很简单 小伙子 你做生意 怎样怎样 现在下个order 什么什么 其实背后是做了很多事 就像这个project 按键 做个meme 加上twitter 开个帐 然后做个网页 然后做些meme图 到你做的时候 那月内 都是要花很多时间心神的 所以大家 有狗仔 没有狗仔 大家订阅 订阅 帮自己帮大家 但正是这样 我会继续 现在和大家示范一些很有趣的给大家看 即是说 怎样可以AI出post 非常之简单 例如今天想说这个 我想出个post 我们就讲了 这个app挺好用的 即是我也学了很多东西 Good morning GM from memecon 9J 看看他会如何帮我写好些 然后呢 他会帮我去写 这个app也要付少钱 也可以花钱 Good morning 因为在美国时间 现在是 香港时间10点 就是美国时间 大概是早上10点左右 所以十分之好 那我们加幅图 大家看到吗 哈哈 给个图 什么图 精神一点 随便吧 那大概就要出post 这个就是AI出post 也挺好 还有呢 腹肌也可以用AI 所以 都是一个plug in 都是有一个 就是学到东西的 就是情况 那这影片差不多了 都是想 汇报一下最新状况 给大家听听 那这就这么多了 下条片 结论 短期就 不要减多了 还有呢 目标呢 可能是等到10月尾 11月头 有个回落 接着呢 叫做11月17号 就迎来all time high 希望是这样 那接下来的影片再见